黑曹文川基金會的執行長 匯君 那待會的話他會跟我們分享一些關於下一件的部分 那因為黑曹的他們也是就是在做海洋動物這方面算是 海洋動保的關於算是權威啦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期待他的分享 那我們先把時間加入我們的匯君 謝謝大家那麼晚還在這個地方 剛看完那個Blackfish應該覺得還蠻沉重的吧 是不是 對我其實是覺得看完 我看都變很多變 但每次看完之後都還是覺得還蠻 就是心情會還蠻沉重的這樣子 然後也會覺得說 尤其到最後一幕的時候通常都會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們其實黑曹其實是比較常在海上看動物的 我們其實是不在動物園看動物這樣 所以我大概也可以理解說 就是當一個訓練師他一直看到的動物都是在池子裡面 然後他真的最後他可以到海上去看他們健康的 一個family健康的在海上出現的樣子 其實那是很感人的一幕 所以今天我想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 我想我前面還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對於圈養這件事情的一些 一些這幾年來的努力跟觀察 那後面再請大家可以發問 或者是說過程當中 如果你有任何想要提問的都不用客氣 就是可以隨時打斷我 或者是就是舉手之類的這樣 那我們其實就是也是跟大家做一個分享 然後我們看哪個部分 我會就是進 因為我個人不是一個生物學家 我本身也是念文學出身的 所以我喜歡就是我做這個工作 其實是基於我非常喜歡海洋 非常喜歡金豚 所以在過程當中其實我們做了蠻多一些study 那如果有一些問題 可能太監測無法回答 也許日後查別之後再會來大家講 好那我想先跟大家 就是談一個觀念就是圈養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剛才就是洪雨也有見到說 我們其實是在海洋凍寶這邊做很長期 其實黑小早 我們是一個在花蓮的NGO團體 那我們最早是在1996年 其實是從金豚調查起家的 當時其實在台灣 很多朋友還不認識我們台灣的海洋 甚至也並不知道到底台灣 周遭有多少的金豚的 這樣子的一個前提之下 然後我們在1996年開始 我們在針對東部海域做了很多的調查 那發現呢其實全世界有80多種的金豚種類 是會鑑定出來的 但是在我們台灣海域曾經募集過的 就大概有30種左右 所以比例是相當的高 對所以也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台灣有黑潮這道洋流 然後還有在東岸比較特別的 它其實是一個斷層式的一個地形 海岸式地形 它提供了一個豐富多元的設施的一個空間 可以給很多種金豚會到東岸這邊來回遊 所以其實我們才有機會在台灣的東岸 其實不用出去太久 就有機會遇到金豚 我們遇過最快的其實是一出港 在港嘴就遇到海豚這樣子 對那我們今天看的那個Blackfish裡面的主角 就是他其實是Killer Whale 其實翻譯成殺人精 跟這部片很貼切沒錯 可是其實他應該我覺得比較貼切的翻譯 可能是殺手精吧 就是他其實是在講他其實非常 他的獵食的時候非常快狠準的那種樣子 就像是一個海裡面的殺手這樣子 對那我們都通常我們會講到虎精 那虎精其實也是我們在東岸 就是每年幾乎都會看到 有機會看到一次的 在野外看到一次的 但是看到就會很開心 因為一年有一千多個船班 可能只有一兩個船班 你有機會看到他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開始去關心 應該說我們開始從金豚開始 來關心台灣海域的一些各種問題 當然我們在我們所關心的 像漁業的文石調查 或者是說海洋污染的現況 以及呢就是金豚的保育的這個項目 其實他就是我們基金會一直核心在做的事情 那當然如果你在像剛剛前面講的 如果你有機會在海上看過他們悠悠自在的樣子 你會很難接受就是在看到動物表演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在場有去看過動物表演的朋友 可以舉假手嗎 有看過嗎 幾乎大家都看過動物表演 其實大家知道這是一個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的教育提供給我們的一個訊息 就是在我們並不知道這個動物表演的背後 其實他有很多的可能不為人知的這些秘密 對就是一個不能說的秘密 之前我們其實是會透過這樣的一個方式去認識金豚的 對但是當你看過比較過之後啊 你就會覺得說這真的是完全不一樣的兩件事情 對所以其實我們基金會開始從2006年開始 因為台灣其實在圈養的歷史上是從1981年就開始了 所以蠻早的 尤其是我們講的圈養不是一直那個 比方說登陪班動物的這個不是我們現在要談的圈養的部分 我們談的圈養比較專門是指展演動物的部分 也就是說像你抓了這些動物來表演給人家看 這樣子的一個行為 那我們其實從2006年開始就針對圈養動物的這個議題 一直在持續的發生 那包含2006年的時候我們去反對海生館再度購入白金這件事情 然後2012年的時候我們其實也跟公安身分協會 還有動物社會研究會一起發起一些相關的一些訴求 包含說有像動物拒絕動物戲戲虐啊 然後還有我們希望可以海上看到他們就好 不要把他們抓到動物園裡面等等 其實我們會透過記者會來讓更多朋友知道說 其實這件事情它其實是用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其實是會不一樣的 那2015年的時候我覺得2015年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年 然後因為這一年我們串聯了台灣中國香港英國跟美國這些地方的保育組織 我們發起了一個交流旅遊不要交流殘酷的一個記者會 那其實他是談到那個觀光的事觀光的旅遊的這個部分 然後16年的時候開始我們針對動保法的修法跟產業界對話 就真的是跟台灣的產業界對話 然後希望可以在倡議的過程當中去讓現有的這些動物能夠至少 因為我們不會一開始就喊野放 因為其實如果你沒有在一個評估的情況下 其實放生的人放死 那這個其實如果大家有很關心動物的話 你們應該知道海生館之類經常放生的事情 那個事件其實就很潦草 那那個潦草的過程當中你讓動物是直接受苦的這樣 所以我們其實是開始跟產業開始去做對話 然後以至於後面有了一個動保法修法的一個版本出來這樣子 那這個其實在2016年年末的時候 我們今天看的這一部就是Blackfish的主角Tedicum他過世了 然後我們結束了他悲慘的一生 所以我們在其實我們基金會在2017年開始就進行了 以這部片做全台放映的20場次這樣子 所以跟大家再繼續分享就是關於這個 我們今天主角其實會先從古今開始談 就是其實在圈養這件事情上面 就是Tedicum他的故事 他其實反映了很多其實是背後那個很龐大的圈養產業 那在我們一起合作的一個保育團體WDC 他們是一個國際組織 那他們的調查裡面就有提到說在1961年以來 至少有156隻虎金被野外捕捉 那目前存活的有61頭被囚禁的呢 大概就是包含28隻是野外捕捉的 跟33隻人工繁殖的 那至少還分佈於14個海洋公園跟8個國家 那這其實是在17年的時候他們的報告 那大家也可以看到左邊這張圖 雖然其實他有點小 但是其實可以大概看到說 這些虎金他就是像影片裡面敘述的 他被送到世界各地去 那其實有沒有看到數量比較多的 會是在中國這邊這樣子 所以在我們今天看這個主題啊 其實我覺得比較有別於其他的影片 他提供另外的視角是說 他是從人的角度去看那件事情 因為其實有很多的影片 他會跟你講說動物有非常的可憐 當然這裡面也有提到 可是我覺得這部片子非常非常 應該說他是否說服大家的其實是 如果從人的角色的觀點來看 他用一個致死事件 就訓練致死事件來談安全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跟野生動物 因為畢竟他是野生動物 他習慣生活的環境 其實並不是人工缺氧的環境 他是有一定的危險性存在的 那更何況說你沒有辦法 你永遠無法複製他原來生長的那個環境 是怎麼樣 你可以想像你一個人長期被關在浴室裡 然後如果今天就是你被綁架 然後你關在浴室裡 然後你還會有不同人被關進來 就是你的一個小小間的浴室 可能要跟兩到三個完全不認識的人 分享那個空間 那你們不能出去 你們每天可能只能打開浴室的門 跟大家say hello 然後你們吃一餐 大家可以去換個處境去設想說 如果你是人類的話 你的身心會不會崩潰 就是他其實是一個很很 怎麼講就是非常緊迫的事情 然後對你的壓力也是會非常大的 所以其實從剛才我們的影片當中 其實我們會看到他去追溯了 或者是他其實算藉由這個Brasher 他死亡的這個事件 可是其實前面他有提到有一些訓練師 他差點就死掉 甚至前面有幾個追溯說 也已經有前面的案例 二十年前就已經有一個女孩子因為這樣死亡 所以其實在後來這個片子之前 其實就有一些紀錄 就是在去記錄說動物攻擊訓練師的一個紀錄 那其實大概在17年就已經有163件攻擊事件 跟四起致死事件 實際上的數字會遠比這個檯面上面看到的還要多 那就是這個其實是很長 他就像後面訓練師跟你說的 通常他會不會告訴你 他連訓練師都不會告訴你 那更何況是一般大眾 所以其實我們知道在做 其實我有時候會覺得還蠻諷刺的 就是通常會想做這份工作的人 是很喜歡動物的人 然後他們的工作要非常緊密的跟野生動物相處 那他們也是為了要陪伴這些動物 所以願意做這樣的 就是從事這樣的工作 可是相對來說他們的生命風險是 職業風險是非常高的 然後但是他們並沒有被額外的保護 或者是被透露多一點點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是一個蠻蠻 蠻詭異的一個現象 所以我會認為說 其實觀察你願意去支持這個產業 其實相對來說就是 漠視訓練師的生命危險 所以在這部片上映之後 其實為什麼我們到今年19年了 還在播這個片子 其實因為還有太多人不知道 那其實在這部片上映的時候 它是在2013年的時候 它其實一開始上映的時候 在美國跟加拿大的這個圈子 其實它是有引爆後面的一些效應的 包含2014年之後 美國紐約州就增修了 禁止擁有和圈養虎金的法律 然後15年的時候 加拿大它其實也開始禁止 修法禁止購買虎金或人工繁殖 那16年的時候 Seaward已經宣布不再繁殖虎金 甚至在17年的時候 它宣布要取消這個秀 那在17年的1月份 Tilicon去世 看起來好像是 往一個比較合理的方向發展 但是大家有想過 它取消了虎金秀之後 這些虎金去哪了嗎 我們看起來好像覺得 這是一個好發展喔 而且不僅是只有美國跟加拿大 其實世界各地的一些水族館 也紛紛都有一些表態跟立法 就是都知道不要再勸養動物了 甚至制定比較嚴格的法令 讓現有的這些 已經擁有這些動物的動物員 都沒有辦法再養了 可是呢 這些動物啊 其實大家可以去設想 這些門票 還有這些掌聲 還有這些收入 當然我們會說 是讓Seaward賺很多 可是相對來說 Seaward也是會把這些錢 拿來養他們的搖籤樹 那今天當你的搖籤樹 已經不在能搖籤的時候 他會被怎樣 大家覺得呢 他們去哪了 有些可能還有繼續在裡面 但是多半的虎金呢 Seaward的動物 多半是透過交換的貿易 就是洗到其他地方去了 對就是 所以我們在看到 好像西方國家已經慢慢開始有這樣的覺醒 可是呢 事實上 亞洲國家才正要開始 就是 在2017年2月的時候 竟然在中國珠海 長龍海洋王國 有九頭虎金 他們 他還把他 美化叫做長龍虎金繁育基地 九十虎金就已經在長龍 中國的長龍海洋王國亮相了 那這其實告訴我們這件事情 就是這件事情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 他現在還在持續的在發生 那 所以其實 為什麼我們在 前面我會跟大家說 我們要在2015年的時候 特別聯合 美國跟英國的團體 來 就是 台灣開記者會 那為什麼 美國跟英國他們的國家 像英國其實在 1981年之後 他們針對 他們針對 動物保護法做了一個很嚴格的指令之後 英國境內其實已經沒有 沒有海豚秀也沒有圈養的金屯了 因為他們的產業沒有辦法符合那個標準 所以就只能自己淘汰 對 那他們為什麼要來管這件事情 為什麼要來管 為什麼他們還要在乎其他國家的事 其實很重要就是 現在的問題就是中國的問題 那 所以我們把目光通通都會轉向中國 因為其實圈養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從剛剛的影片當中會很清楚的知道 它並不是一個區域性的事情 它其實是一個全球的產業 那這些產業 這些動物 它只要沒有死 就對人類來說就有利用價值 它就會被賣到其他地方去 所以可以說 Seaward就是賣到他們之後 再賺最後一筆 然後就讓這些動物 持續的在其他的國家表演 那中國其實是一個非常大宗的 一個收受段 所以其實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特別去拜訪中國的團體跟香港的團體 還有英國美國的這些團體 就是為了想要了解中國當時的狀況是怎麼樣 所以其實在2015年那一年 中國我們共同幾個團體 跨國的團體成立了一個中國經濟保護聯盟 簡稱CCA這樣的一個聯盟組織 然後我們針對中國現在正在勃發的這個現象 然後我們去做一個合作 就是共同去做一個合作跟調查 所以這張圖其實是從CCA的Facebook上面出現的 大家的粉絲專頁 大家可以follow一下CCA的這個臉書 就是粉絲專頁 如果你們想要進一步的了解中國後續的狀況的話 那其實他就在那一年我們有個研究員 他就調查說 13年起已經有15頭湖金被送到中國大陸 裡面有9隻在珠海長龍 剛剛我們看的那個 珠海長龍海洋王國 四隻在上海的海昌吉利海洋公園 這一張照片其實是比較特別的是 它是一個空拍圖 然後他拍到就是這個海昌吉利海洋公園 他照理都有四隻 所以你看他這只有拍到一個表演場的一個空間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這個主持 就是主要的表演池其實並不大 並不大 但是他有四頭湖金在裡面 那還有兩隻是在無錫長敲海洋王國 但這也是只是有紀錄的 就是Undertable的還有很多 那這個是 這張圖其實也是在2019年我們發布了 第二個版本的最新調查的版本的 就是中國的金類以及水族館 它最新的狀況 那其實因為我說我們第一次調查是在2015年 所以在2015年的時候你可以看到 當時的數據是有17個省份 4個指向是39家在營運 跟14家正在興建的海洋公園 但是呢 對 這邊是它全部總共養的有491頭金豚這樣子 但是從2015年來就是我們這是第二版本的更新呢 你知道說中國圈養金內的數量已經增加了一倍以上 已經是 光是就是2015到現在 今年2019年 這五年 四年 五年不到的時間 四年內它已經增加了一倍以上 那這張左邊這張圖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分佈的點位 有些是還在正在蓋的 有些是已經蓋了的 那有些是正在準備要蓋的 在中國的整個分佈 你可以看到它非常的密集的分佈 那為什麼中國的水族產業會這麼的蓬勃 其實在我們調查裡面發現呢 有一些海洋公園是房地產 房地產項目的組成成分 因為你會發現呢這些海洋公園其實他們都需要赤資很多錢 其實跟我們台灣一樣啊 遠雄就是蓋房子的啊 所以它就是就是有了遠雄海洋公園 對然後其實在中國大陸 它的產業因為是跟房地產開發綁在一起 所以他們是受到政府的鼓勵的 因為其實中國非常的大 中國非常的大 所以他們某一種成分就叫草地皮啊 就是說它要讓這個地方比較多人來 所以他們就會把這個這邊蓋海洋公園 就吸引一些人潮這樣子 那其實在報告裡面你會發現啊 就是有越來越多的主題商場 就是它不僅是在蓋海洋公園 它甚至是有一些新的方式是它跑到商場裡面去 那我自己只要每次到中國去出差 我都會去check一家就是海洋公園 就我會去看一下那邊的狀況 所以在當時有一家叫廣正家 在廣州正家商場 那它是一個shopping mall 那當時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就是大概前幾年有一張照片很有名 叫做全世界最悲傷的北極熊 然後它被拍到在商場裡面 就是在那個正家商場 正家水族館裡面 然後他們現在的形態就是 除了蓋海洋館之外 另外一個形態就是直接把動物搬到 一個shopping mall裡面表演給你們看 這是很可怕的事情 因為如果說有一般靠海的海洋公園 至少我們大家還可以想像說 它為了讓動物有迎生 它還會用抽取海水 是比較接近它原生的水域 可是當在商場裡面它所有的東西 它所有的不論是水的比例 都是配出來的 然後它的運轉運作的系統 維生的系統 它條件都一定是不會比較好 就是一定比較差 所以這其實是一個中國很可怕的趨勢 那比較起來就是從2015年到2019年的變化 你可以發現正在運作的場館 跟修建中的場館就增加了54家 光是這個4年內就增加了54家的數量 表示其實現在中國的房地產只要膨發 其實跟水族館也是越來越多 那代表的一件事就是 它們對於金屯的需求量就會越來越高 那這張圖其實你可以看到說 就是多半就是被圈養的金屯的種類 其實很多多半的來源是從日本跟Russia 就是俄羅斯這邊 那比較小的一些 比較小型的一些像皮皮海豚 就是我們比較常看到在做一些 跳躍的表演的 比較多在水族館看到的就是皮皮海豚 你看它數量其實是在所有的宣揚青豚裡面 是比較多的 大概有386隻 那另外第二多的其實是白鯨 那它是從俄羅斯來的 俄羅斯直接運到中國 其實它們陸地上是有連接的 所以從俄羅斯這邊 就是從俄羅斯這邊運來的白鯨 相對來說也很多 然後其實從就是俄羅斯貨克海峽那邊 對那邊還有就是 像人精也是從那個地方過來 就是虎精啊還有白鯨 都是從俄羅斯這邊過來 那其他你會看到像這個是 太平洋白鞭屬海豚 然後以及Rossi-Storfen 就是那個花紋海豚 就是學民是瑞士海豚 然後像這種這個Felskiller whale 就是它是衛虎精 如果有去過日本的水族館 那個美智海水族館裡面表演 就有一頭是衛虎精 就是它是全身黑黑的 然後它被稱為假的虎精 所以它也是很很常見的被圈養的表演 圈養來表演的一種鯨豚種類 然後其他的來源就有像印度尼西亞啊 然後新加坡然後索羅門群島 然後索羅門就往這邊 那這裡就可以大概看到這些 這些工藝的區域是給中國的 就有這麼的多 需求量大 然後當然它的工藝商也就變多 那這張表格其實是過去 其實在我們 我們在2015年的時候 我們做了一份台灣的圈養的報告 就是台灣的水族館的圈養報告 那其實我們是跟歐盟用一樣的方式 來做一個表例 那這張報告裡面的統計 就是其實過去 日本他們要去抓一些鯨豚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我們剛剛上面那張圖 不是告訴大家說 其實有非常多的小型聽的來源 是從日本來的嗎 他們其實就是會有一個配額的登記 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其實這從日本抓來的鯨豚 有一些收受的國家就有這麼的多 那如果大家眼見有看到的話 你就會發現 2020、2013年台灣有 2004、2005也有 然後到06年 這前幾年都還有台灣的進口的數量 那這張圖是從日本抓來的小型鯨 它分布的一個地理圖 那大概在2014年的資料統計為止 其實全世界20個國家 115個單位都是從日本這邊抓到 等於是從日本補抓的鯨豚 是會被送到這些地方去的 那有一部片叫《新鮮海灣》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就是它其實就是在講從日本太帝捕捉的這個鯨豚 其實這部跟剛才那個《Blackfish》它的節奏蠻不一樣的 這部如果就是喜歡 感覺喜歡比較快節奏、懸疑感的朋友 可以看一下你的《COVE》這一部 那其實它也是一個在這個產業背後 用一種追索的方式挖掘真相的一個方式 這個其實這一部片在 我記得在YouTube上面是找得到的 但是它是中國盜版叫《海豚灣》 就是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上網搜尋看看 那對 所以其實有越來越多的影片 還有就是影像來揭露這個圈養的這件事情 那其實還有這個之前 還有一個叫《Bone to Freeze》講白金的 然後這一部呢 就是特別今天特別跟大家介紹的是 它叫《Long Gone Wild》 它其實是 我們今天看《Blackfish》的後傳 就是它有在 它其實在2018年 就是去年的7月 然後拍完的一個紀錄片 那這個其實它談的就是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看《Blackfish》 我們就有看到 Seaward它怎麼樣 當時它最後的Ending 都是說Seaward不回應嘛 那我們也補充了 從2013年到2017年中間 Seaward它的一些轉變 跟其實我們發現 整個產業也轉向到中國去了 所以這個第二部 其實它就是在談 中國的這些動物的狀況是怎麼樣的 那麻煩後面幫我放一下 因為其實這部的預告片 它是可以上網找得到 但是我這邊念不到 那這個是而且沒有英文 沒有中文版 那這個是大概五分鐘的前導片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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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這麼多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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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 是 有了 因為 雲 是 有 是 或者随時公園 Dealや随時公園 intention 作為例 aptiter 食べ物等 吃ell if they're when they're to be under veterinary 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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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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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當然就是因為它還是會有一些省核的機制 當越來越多的民眾知道說這個其實只是一個糖衣的敘述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越不容易 所以他們才會一直在繁殖的這一塊 然後動物很有趣 就是當它抓來的時候它是屬於野生動物保育法管 可是當它抓進來之後 就是當它一面的池子裡面的動物的時候 它其實是歸動保法管 那動保法其實在過去呢其實是並沒有去針對海洋動物 或者是所謂的眨眼動物去做管理的 因為其實大家知道在動保法裡面 我們是把動物跟人怎麼樣利用動物去做動物的分類 比方說做實驗的叫做實驗動物 小白小鼠然後像那個馬或什麼叫做經濟動物 就是叫農場動物 然後豬啊雞啊這個叫經濟動物 那所以眨眼動物這個項目一直都還沒有出現 那其實一直是到這個阿和事件 在2014年年底的時候阿和事件的發生 大家應該記得吧 河馬充在運送過程當中從車上摔下來 後來就死掉那個阿和 他的犧牲促成了在2015年1月23日的時候 很多動保團體說就是關心動物的這些團體們 大家都共同都提希望可以修改動保法部分條文 然後把所謂的展眼動物納入規範 就是大家都發現有個漏洞 就是說其實除了我們吃的一動物啊 我們我們在使用的實驗動物之外 還有一個叫做展眼動物的沒有被沒有被照顧到 所以展眼動物其實就是在2015年的這個背景之下 就開始納入規範 但在很多次的修法討論過程當中 在2016年2月農委會他們依照國法公告的一個 展眼動物業設置及管理辦法 結果這個辦法一出來 其實讓所有的團體都傻眼 因為他的因為法規其實只要差一個字就差很多 就本來我們希望可以規範到的會是所有的 像水族館啊 或者是一些農場等等的 通通都要被管 可是因為他僅限於展眼以及騎乘的 這樣子的一個規範 所以他只有 他我們大張旗鼓的 開了好多次好多次的修法的會議 最後竟然只有管到三加麻場 所以後來大家就開始在發動一些組織和遊說 在從10月開始 我們持續的在跟台灣動物園基水族館協會溝通 以及農委會還有立法委員等等 最後終於在17年的時候 提出三方共同研議的修正版本 所以這個我覺得是一個很珍貴的過程 就是說你看從14年發生事件 然後一直到16年 我們才真的提出了一個共同修正的版本 那那個共同研議的修正版本 他其實是經過不同的角色互相的討論 對那我自己覺得差異在這個過程裡面很重要的就是說 一個是我們不希望定一個無法執法的法規 就算你定很高就是辦不到 那業者就是辦不到 他就爛給你看也沒有用 那業者其實我們後來了解到 其實業者他們自己合法的業者 他們也希望可以規範 或者是保護他們自己是合法的 然後規範那些非法的業者 所以後來有了一些共識之後才提出新的版本 所以最後我覺得很厲害的就是 我們在18年5月22號 我們終於把這個三讀修正條文三讀通過 那通過之後其實對於現有的圈養的 就是因為我剛講就是沒進來的叫野保法 進來的時候叫動保法 那所以我們現在秀的是動保法 所以其實相對來說 他提供的是現有的這些動物 已經被觀察的這些動物 他們有更好的動物福利的這些設計 包含他們的醫療人員 包含他們在運送的過程當中該要怎樣 包含業者他們必須要掌納保證金 然後來做未來有一些很多 他們經營不善道的之後 動物的處理的這個經費 那等等的 所以其實有了這個法律之後 他開始變成是一個正面表裂 就是只有被認可的才可以經營這個行業 就變得不像以前就是好像都可以經營這樣子 然後取締不完這樣子 那執法的人員他也有一個比較明確的 他的執法的對象 所以這其實是我們跟中華大陸的一個不同 就是我覺得 就是中華大陸其實在 就我們所知就是他們在1988年有一個 中華人民共和鼓野生動物保護法之後 後面其實就比較沒有在針對動物的修法上面 去比較有大的幅度的調整 但是在台灣其實可以稍微比較一下 我們在18年的這個條文 其實是相對來說是一個蠻重要的一個進步 那在我們的這個進步 其實對於西方國家他們來看 他們也覺得台灣這邊真的是 其實當時為什麼我們很急的推 就是希望可以給中國壓力 讓他們覺得說其實台灣就是 因為一直都被有一些政治的緊張關係 就是希望說可以有一些壓力 但是看起來中國應該一時間也是擋不住的洪流這樣子 但是我們覺得其實還不是沒有希望的 就是大家最近可能在一些新聞當中 黎黎欣欣欣欣你會看到一些 就是比較誇張的新聞 比方說就是我們在今年吧 看到有一個中國大連聖亞海洋世界的一個女性的私獄員 他就在抖音上面上傳了一個幫小白金吐口紅的一個畫面 然後就是當下看到的時候 其實很是 我很是憤怒 但是很可惜的是 就是感到憤怒的人也很多 就是說他後來這個女私獄已經被革職了 就是說其實我們會覺得說對於中國來講 這個教育的腳步出來慢 可是他必須持續的去推抖 那就算他們現在有這樣子的一個國家支持的產業 可是民眾的教育其實很重要 民眾的意識是很重要的 所以當時其實這個事件 他也引起了被討論跟抨擊 讓他們知道世界的潮流 那前一陣子大家應該也有一點印象 就是那個白金監獄後來被釋放的這個消息 連署的這個事情被釋放的這個消息 其實當時其實就是有團體發現拍到說 像我們剛剛前面不是講說 現在那個白金跟殺人精就是 因為很需要供應到中國去嘛 所以他們都會被全部抓到一個小池子裡面 困在這個地方做練習 所以他們就被稱為白金監獄 那後來就是有人發起了一個連署 就是Free Rush and Well 這個他們發起了一個連署 就是說要讓這些白金呢自由 那最後其實在俄國的這個事件被揭發之後 其實他們的總理也因為也引發國際批評 所以他們的官員啊總理啊跟一些科學家 其實也就把這些捕抓來的金盤給釋放了 所以其實我們還是會從一些悲慘的消息 悲慘的事件裡面聽到一些好的消息 那當然也包含最近喔就是 已經有像我剛剛前面講的 雖然在2015年的時候 要求就是通路不要去 就請大家不要去看 不要透過旅遊去看這些動物表演 那其實現在就是Treat Elevation 他們也貓頭鷹 我記得是貓頭鷹嗎 他們也停止販售就是圈養的門票 然後Airbnb提出動物體驗系列 那他們這個動物體驗系列其實是 設定就是要跟向動物學習的概念 他們其實也是用一種新的方法 然後再讓旅客們 其實你很想要了解野生動物 可是他並不是用圈養的方式來體驗 然後呢就是最近那個Peta就是Peta 他們其實也遊說了Boothing.com去終止 就是Sea World的販售 以及大象騎乘的事件 這其實都是一個我覺得很不錯的一個 一個正向的發展 然後最近有一個就是 中國的也是在上海長崩海洋公園 有兩隻小白天他們已經要被 他這個標題其實下得太快了 他其實不叫野放到冰島 他其實是有一個中繼站 就是這個事情其實在15年的時候 WDC他們就不斷地在遊說美國的一家 那個梅林公司一個電影公司 然後希望可以讓他們釋放 就是說把那個長崩海洋公園的兩隻白晶 希望能夠有一個中繼站的方式 試圖讓他們有機會回到自然裡面 所以這個事情其實也在今年完成了這樣子 所以其實都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進步 那這張這後面的這種藍原包 其實是那個我們的國幫團體 香港保育協會他們做的 就是說在每一年的國際反圈養日 其實我們是定在5月的5月12號 就是反圈養這個事情 就是5月份 那台灣還沒有好像還沒有真實的響應 那但是呢就是當時他們就會有做一個藍原包 就是把我們剛剛講的那個CCA的整個報告 做成一個比較視覺化的一個呈現 然後讓大家知道說 欸現在其實中國巡洋的狀況是怎麼樣啊 然後其實這些動物被抓起來之後是沒有辦法淘汰的 然後就是他們永遠都會被關在直到死亡這樣子 那他會有什麼樣的痛苦啊 那很多人會問說沒有水族館要怎麼認識鯨豚 那可以怎麼樣幫助海豚 那其實我覺得大家就是也是跟大家分享 就是說其實網路上面有越來越多人 那很多的資訊是可以幫助我們 跟我們身邊的朋友 甚至是影響你的家人 可以不要再去海洋公園看表演 那如果真的要去看表演的話 因為我真的遇過家長跟我說 就是他們說服不了老師 除了他們自己不要去之外 那他們要怎麼辦 那其實我建議大家不用我因為要不要看海豚秀 就是破壞家庭有些 就是還是有一些方法的 那 英國有一個就是叫Bone Free的一個團體 他們之前在發展一個叫動物園評鑑的一個手冊 叫Zoo Check 那動社也做了台灣版本 然後下載這個Aquarian Track的這個手冊 就是我們建議大家 假設你非得去的話 其實你可以帶孩子 用不同的方式看這些動物 不要就是除了看完他們的表演之外 其實我建議大家是可以多停留在 他們被關的圈養的池子裡面 然後我們的Aquarian Track 是會請大家觀察說 動物他會不會有一些刻板行為 像有一些海豚他們被關走了 他們會撞牆壁 有個就是會 他每次經過你的面前的時候 他就會撞一下你的池壁 那重複的一個無意義的一個行為的時候 他其實就是展現出 他可能身心狀況覺得非常的無聊 就是他會有一些所謂的刻板行為的出現 甚至我們也有看過動物就是吐魚的 就是吃進去又吐出來 吃進去又吐出來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可以提供給大家的一個方式 就是如果你非得要去看的話 你還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去改變觀看的方式 就讓他變成是一個負面教材也好 就是讓孩子懂得怎麼樣可以尊重生命這樣子 那最後其實我就建議一起的網站 大家如果對於這個圈養有興趣的話 那除了國內的話就是 就是像黑潮然後洞社關懷什麼賢慧 然後這幾個團體都在都在一直不斷的在 希望可以把這個動物反圈養的觀念可以推廣出去 那國外的話其實也推薦大家 推薦大家像WDC啊 然後還有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中國金類保護聯盟 就是他也有中文的網站 所以就是分享給大家 大概就是介紹到這邊這樣子 那就是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提問的部分 宏妤你要 我沒有嗎 你要提示嗎 不好意思 因為現在是9點38分 就是我有講超過10分鐘 好 那看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想要問 好 那大家有任何問題想要詢問問我們的 貝菁老師嗎 像動物園這種的 你們有去研究過這種問題 或是什麼樣去 會是比較好未來的 是好多問題的 我覺得大家不要太糾結 就是動物福利啊 跟動物圈 它其實對我自己來講 它其實是一個光譜 就是說你怎麼去 它並沒有一個絕對的對或絕對的錯 可是看你站在哪一個端點去看 那動物園對我來講 我們當然它可能會有承載著 某一定程度的教育的這個意涵 但是我們必須檢視說 它的教育意涵做得夠不夠 值不值得這些動物在裡面 當然國外也有一些動物園的做法 它其實已經顛覆了 就是傳統的動物園 就是人去觀看動物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就我們知道就是 我記得好像是荷蘭還是 好像是荷蘭的設計 他們把動物園的設計 是設計成人被圈養的 就是他們給動物很大的空間 然後動物沒有被一間一間關起來 反而是人在觀察的過程當中 他是被限縮的 就是我們怎麼樣觀察動物這件事情 我們怎麼樣把真正核心 要傳達給大眾的教育這個東西做出來 我覺得它思考方式是會蠻不一樣的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動物園需不需要存在 我自己會希望 我自己會就像影片講的 其實動物園存在 除非它的設計或它的整個 它玩完完全就是以教育來打造 另外比方說像金屯到底需不需要 金屯水族管到底需不需要存在 對我來講 它的功能有一個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假設它能夠做救援 我就認同它可以存在 可是那個會是暫時性的存在 比方說其實台灣有非常多的動物 動物救傷 受傷 動物擱淺 它們其實都需要收容的單位 它們也需要被照顧的地方 其實你們看到 我們看到這些設施 對它們來說是一個最 比較完整的設施 因為你有好的棒譜 好的維生系統給它們 我們現在如果去思考動物的來源是怎麼來的話 對我來講 我能接受的會是 救傷動物或隔淺動物 然後它們在這個中繼的過程當中 然後發揮教育的功能 但是它們的目標是要野放 去做訓練 這大概是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對於動物園或者是說 水族館的一個 我的光譜佔的位置 但是我個人反對人工反擊這樣子 因為我覺得人工反擊它是非常的 第一個就是它 它就是複製 它就是要運用人的方式去複製一個生命 來給人看 服務人類這樣 對我來說人工反擊想犯 反而會是我覺得不太可惜的方 不太能接受的方法這樣子 謝謝 那像是你們這種那些保護的法律上 就是最大的規模會是什麼樣的對象 黑道啊 為什麼黑道會跟保護公務 因為其實像動物買賣貿易 就是這個世界就是它的背後的運作啊 其實有買賣有需求就有買賣 那有買賣就有商機 對所以通常我們知道台灣有一些 就是動物的交易其實都是黑道掌握的 對所以常常我們會看到法官地檢署破破 什麼穿山甲擊頓啊幹嘛幹嘛的那種 其實他們背後都有一個非常完整 並且整備的市場在運作 因為我們主要我們是做鯨豚的嘛 所以我們也會知道像有雲林台西那邊 還有人在吃海豚肉 他們其實也是也是會到東部來捕殺海豚 那他們後面也是有一個非常完整的 一個黑道的掌握 對這個對我們來講是查出到底 那個脈絡是從哪邊來是 是一個比較困難的事情 那另外第二個就會是 我們覺得需要長期努力的 會是民眾的教育的推動 因為畢竟這個還是一個 但是我們不覺得困難 我們遇到的多半 多半民眾多半都是能接受的 當然我們也有遇過民眾覺得 你們動保團體都不用穿皮鞋 你們都 我們要教育小孩那怎麼辦 這種其實我們都覺得已經有對策 因為其實現在科技真的很發達 我們有非常多的方式去 這樣還真的得到訊息 所以我覺得比較困難的 大概就是跟業者這邊的 他跟他背後的那個看不到的權力的 因為我們真的有被整過 對然後 然後 對啊 但是我覺得 就是遇過那些事情之後 你也會知道說 大概是有一些背後的勢力 在怎麼樣怎麼樣這樣 可是對我們來講 就是該做的事情還是要做這樣子 對 還有其他任何問題的嗎 其實現在人工繁殖還是在法規裡面是允許的 對 所以其實在人工繁殖這一塊其實還沒有 他們要申請 他們需要跟 等於是說這些動物員他們要跟中央主管機關申請 我也會申請 只要通報申請他們就可以做 但是 對我們來講 對我自己來講 我會覺得這個是 我們下一步想要去談的事情 就是 到底 因為其實 在遠雄的案件裡面 他們為了要反 他們一直都生不出新的小海豚 可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 我們喜歡海洋的人 有很多朋友以前都在裡面當過訓練師 所以 就我們內幕裡面知道的就是 他們為了要讓母海豚受孕 他們會 不斷的把這兩隻 就是不斷的養在一起 然後 他流產之後馬上再繼續受孕 可是其實 小海豚有生出來過 當然有的有畸形的 然後有的有 就是活不到一個禮拜 對 夭折 然後他們活最久的 就是在 我記得是16年的時候 有一個他們後來開了記者會 因為他已經活過13個月 他們覺得穩定了 結果後來那一頭小海豚還是死掉了 所以後來沒有新的啊 一直都生不出新的 所以 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覺得說 你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你其實一直強迫 你就是虐待那一隻母海豚嘛 因為牠很深 所以你就是一直用牠去交配 對 所以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真的是很不人道的事情 對 所以 目前這個法規上面 其實他們是合法的 只是 未來我覺得 是我們想要去談 或者是 我們會希望更多的朋友 來一起來關心的一個方向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再開放最後的問題 還有任何人有任何人問嗎 就是 我最近有看到一個新聞 就是 2019年 日本現在又開股情侶開始讀金這件事情 嗯 然後不知道 其實哪個女生是有什麼看法 因為 其實現在 嗯 嗯 謝謝 補金的部分 我們比較沒有 沒有 呃 在做 一個 針對補金做訴求啦 對 因為我們當然不希望 可是因為做補金的這個 國際場題蠻多的 那 但是日本開放補金就表示 連國際都制裁不了它就對了 對 那 我覺得連國際都 連國際當時要祭出一個 比方說經濟或者是什麼的 的一個 呃 限制來禁止他們做這件事情 都沒有辦法阻止日本的 日本的補金的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呃 我也很無奈 我不知道該怎麼說 我覺得我們還是可能 可能透過聯署或什麼啦 可是我覺得 這個 應該是說 有時候工作的無力感會在於說 你會發現 環保或者是 呃 你在乎動物或者是什麼 這些其實不是真正推動世界 運作的力量 其實真正推動世界改變的還是 商業模式和經濟 對 那我自己覺得 除非有一個更強的一個 一個經濟系統 來 讓他們 不再做這件事情 不然 然後我覺得其實 呃 當然 大家會 我覺得大家持續去表態 然後持續去聯署 很重要 是因為我們在做群眾的教育 這件事情 就是讓更多人知道 但是 這件事情 會不會有辦法 真的阻止 他們不做 他們不做這個 這個事情 其實我覺得很困難 這樣子 我可以補充一下 嗯 我之前有去過日子 那我知道 日本會去補充這個行業 是因為 他們從小學 補充高中的營養物餐裡面 就已經有 鯨魚肉最大的餐廳 你是不是可以去日本的超市 他在飯店 你先買上鯨魚肉 對 熊肉馬肉 他都買得上 不是40年 我去過這個 那因為我能學營養 那我就說 那 他們日本人 為什麼去吃 補充鯨魚 一部分是訓練 一部分是他們的食物 他們已經從前到現在 就是很長遠 所以 邏輯是沒有把餐廳 他們也不怕 對 他們不怕 因為 所有的高精力的產業 都在日本 熟悉的產業 就也熟悉的產業 像 日本跟南韓最近的新聞 就是 為了一個高階的 那個 埃及的專利 然後他們一個熟悉 就是法學人 日本反制出口 所以日本他們的經濟勢力 就是隱藏的這種 隱私的力去 壓力 而且 再走台灣 對 我們也沒有辦法做 對 日本是聯合所的 他都有辦法 我講來 因為他可以收買好 所有的組織 這個大部分 都是大部分知道的事實 但是 沒錯 你要教育他們 日本他現在 這麼多的小別花 然後他們現在要畫得挺好 對不對 主要說 我期待新的配放業務支持 對 這樣才有辦法改變 可能是人們的 事情 對 對 我是大概一個 對 對 謝謝 對 謝謝你的補充 就是很立體 沒錯 就是說 所以後來 在那個 寫在台灣裡面 其實他們就有從那個 營養的部分去談 就是跟日本人講說 你知道 那個 筋肉含拱量很高啊 什麼之類的 希望可以 不要讓 就是 日本人喜歡一直吃 對 當然就是 我覺得文化這一個部分 其實是一個 可能對於他們講 傳統 這是傳統文化 必須要延續下去 對 當然也會是一個理由 對 所以 確實這個問題真的是 比較無解一點 就是 就以現在來看 我們是 還沒有找不到解放 這樣 謝謝這個朋友的補充 好 那我們就 問題開放線到這邊 因為我們時間不太多 那如果說 有任何其他問題 歡迎 大家直接上網 Google黑草 那可以直接來先去 詢問他們這樣子 那 今天來講的話 我們就是很謝謝我們的 慧君老師 為我們補充了這麼多 關於海洋生物的知識 其實 很多人我猜 應該跟我一樣的 就是在 看鏡頭表演的時候 其實腦袋應該沒有想到 多次覺得 哇好厲害好可愛 就是在 其實 就是在 繼續深入了解之後 才發現 原來是一個 不太好的東西 然後 我們才會知道說 這個不好的東西 我們要去把它阻止掉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邊也是 不免除了 要頒發我們的 感謝上 給我們的 會選之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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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